herself and Sheiky 鞍結婚的訊息 我們來看 其實真的很感謝髒化的醫師團體 張一萌 裡面有一位楊澤民舞堂博士 他們是領先我們的環保署 提早就把這些年的P2.5的數字都算出來 那當然最嚴重的地方 我們用紅色來看 我這個最嚴重的地方是把年平均值 在40為克以上的把它抓出來 為什麼我用40 假設我們的環保署 早期他一直講說會叫我們打折 那我們就算是把40打個8折 4832也是超過多少 超過剛剛講的年平均值15的兩倍以上 所以我想我講這樣子嚴重 環保署應該不會講什麼 你看嘉義 然後我們高雄的八個站 通通都這麼的嚴重 不是不及格 是超標的兩倍以上 這很嚴重 那這一張就是我們今天在講的細懸符為例 那我特別把這一張拿出來 這張我其實好幾次拿到立法院去跟立法委員講 我們現在環保署的公平監測網裡面 沒有真的反應事實 為什麼 看到這一張 這個是剛才講的 不及格應該是用紅燈給我們看 塞紅燈怎麼可以淋 就不太簡單 那你用黃燈給大家看就會覺得什麼 好像還好 對不對 不良 不良應該是紅燈 結果給我們普通 普通是什麼 大家就普通 結果普通 你又跟我說注意特報 今天不太好 精神是要怎樣 錯亂嗎 你看不懂 大部分的民眾 沒有像我們一天到晚去搞清楚這個 他怎麼會知道這樣到底好還是不好呢 你仔細看這個地方是黃燈 但是實際上是怎麼 他跟你說細懸浮威力不夠高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十大建設 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 整個台灣開始瘋狂的蓋發電廠 鋼鐵廠 鋼鐵廠 石化廠 這三種行業其實帶來高雄 整個台灣非常嚴重的一個污染來源 鋼鐵業懸浮威力的量非常非常的大 電力業呢 流氧化物、帶氧化物的量都非常的大 而流氧化物、帶氧化物都會變成 現在要講PM2.5 它都是前驅物 石化液呢 它本身當然也有剛剛講的 懸浮威力 有帶氧化物有流氧化物 但它也非常嚴重就是 會發現有機會 讓大家可能會致癌的這些東西 來看看 PM2.5 每上升時攤位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 它在全死因 會慢慢的增加 PM2.5上升以後 全死因 就是不管什麼原因 就是死亡原因 都會增加4% 那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話 會增加6% 在肺癌方面的話 會增加6% 那這是全部其他的 就是1% 所以這個其實不重要 最主要增加的就是 心血管疾病 跟肺癌 這兩個問題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它是沒有預植的 什麼叫沒有預植 剛剛你們有提到 我們現在國家標準是定到 連平均是要在15 每個 每地方公司以下 可是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15以下 它其實還是現行關係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越低越好 所以現在標準最嚴格的是WHO WHO其實是定在15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環保府討論說 要定標準定到多少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希望它定到15 因為歐盟現在已經在討論 是不是他們現在的標準要往下修 修到15 那目前台灣還是定在15 不過那是希望到15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現在離事務的標準還很遠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一天 那之後其實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類似的 而且非常大規模的長期的研究 來看類似的問題 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 這些研究有多幾個 甚至人數高達1320萬人 快要跟台灣差不多了 時間長達18年 所以它的研究所謂的證據等度是非常高的 大家看的東西其實跟前一天是很類似的 包括全死因 精血管疾病死因跟肺癌的死因 所以最重要的 PLA2.R造成的長期以來危害死亡 就是從心血管疾病 包括心臟病 腦中風 心肌疾散 肺癌 也就是肺腺癌 死亡率都會增加 那這個已經太多 研究已經證實這件事情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 非反骨的地方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WHO的組織叫做 國際癌症研究集中 IARC 它已經把PM2.5 認定為一級治癌物質 現在是所有的 造成肺癌 肺腺癌 環境的因子 也最重要的一個危險因子 這是PLA2.5 這是在去年 去年底的時候 就確定的事情 他們發現說 其實從肺癌開始 就會影響胎兒 它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它會造成這些胎兒 它會造成這些胎兒 會上升 甚至會容易早餐 會容易出生 提供過勤等等 雖然的肺癌 不是提供過勤 所以在小孩子 跟孕婦來講 是所謂的 PLA2.5 汙染的異受難複群 嘉義士之前 有進行PLA2.5 想看分析的包包 其實都可以顯示出來說 我們嘉義士 其實受到我們所謂的境外污染 當然境外不一定是指台灣河島之外 可能受到我們北部縣市 或是南部縣市的影響 這樣的比例大概是 大概1-30 所以其實嘉義士在我們 氣泉活力二世女生烏染物 所受到的影響是非常大 那如果說以我們當地 會產生的烏染物 譬如說像燃燒的過程 會都是PLA給我們的貢獻 譬如說像現在是70-70期間 我們就在宣導說 不要燃燒之前 我們統一由幫保主來處理 或者是採用平米代金 或移工代金 這樣的方法 其實或者是我們 今年度就有在 普利太和化擋舊的機車 改用低烏染的車輛 這個的話就是 貢獻在我們自己本地的污染物 可以採取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如果說 潘宝群那邊 他發布了 那個PLA的一個 預警職的時候 我們會通知我們家的 醫院裡面的 這些慢性病的管理 然後就是提醒他們 就是這些病人的話 能夠就是說 盡量減少外出 然後呢 那個 都關入輪窗 那如果真的很不得已 必須就是要外出 步入到那樣子 一個高污染環境的時候 那我們至少就是戴一些 戴那個就是 有支部以上的一個口罩 來保護我們的呼吸道 那個部分 那如果說真的到了一個 很嚴重惡化的狀態 他們在控制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五家的急救責任醫院 那我們也就是會啟動 我們的一個應變中心 然後讓我們五家醫院 就是針對這樣子的一個 變換的話 進行一個 就是應變措施的一個提示 來做一個注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衛生局跟醫院之間的 這些連結 跟環保局這些連結 應該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還是商品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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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